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加面阿法,很高兴能为大家持续输出优质空投信息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2024年11月19日周二,晚间的6点47分 今天做一期完全不一样的科普分享 你是否在为空投太多而感觉到厌倦 你是否因为项目太多而不知道从何做起 你是否在群里看到别人分享信息而感到疑惑 他说的是什么项目,我做过吗,我参与过吗 今天我将为各位观众也带来一期福利视频 它可以让你更有效率,更加透明的系统性参与空投 并且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空投的内容 实施记录你的空投进展 我为大家整理了一张空投表格 在这里非常感谢群里C级英雄提供的帮助 早在三四个月前呢,我就答应各位观众也出一张表单 方便记录空投资讯,这样一来清楚明了,方便快捷 那我这里首先展示一下介绍介绍表格有关的内容 这里有分所有项目正在进行中,以完成日历视图和看板视图 每一个标签页下都记录整合了符合要求条件的任务 这样的好处是在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资料信息 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这一个标签页 我们以Glass作为一个例子 告诉大家如何进行到一个参与 那这里首先我们点击到这一个标签 点击到之后呢,它会显示一个项目的状态 项目的成本以及潜在的评级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Glass的话已经发比了 同时第二赛季的话也正在进行火热进行当中 相信有不少的观众也都已经在开始挂这个Glass了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注解说明 比如说空投类型 这里的话它的意思是以明确空投 那么类别的话是属于AI加迪拼赛道的 阶段的话现在目前正在一个测试网 其实就是我们正在挖取的那个页面当中了 所属的链话是Solana 我们相信的话在你领取到Glass空投的话 就已经知道了它是Solana链上的 因为我们连接的基本上都是那个幻影钱包 或者是OKX钱包 项目融资的金额是450万啊 这里的话单位是百万级啊 那么你觉得这个信息不可靠的话 都是可以在Rodata上进行查询的 我们它这里融资的总额是450万 但是目前有一笔融资的话尚未披露啊 所以我们目前能掌握到的资料 仅仅只是体现在Rodata上的 因为它还有一笔的话是没有提现 没有披露出来的 所以我在这个注意事项当中了 有具体说明啊 因为最近的一轮融资尚未披露 然后估值大概在10亿美金这个样子 那么如何参与呢 这边点开向对应的链接 它会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页面当中 实际上就是Glass的注册页面 这个我们不需要跟大家说太多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之间这个页面 设计的话就是我会存放我们的YouTube的视频 点开对应的链接之后的话就是我的一个教学视频 另外我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有关于空头聚合器的词篇表格所有的内容 也就是Notion上面的所有内容 均取自于YouTube加密阿法频道 还请多多订阅支持 那这里的话我等一下会给大家演示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新的空头项目 当然我肯定会以做视频先就是为主 我先做好视频然后再更新表格 这个顺序应该是不会错的 那具体的话我们会演示如何在这个表单当中添加一个项目 告诉大家我们这边已经添加成功 你到所有页面刷新一下或怎么样 然后另外再说明一点 此篇表格也就是空头聚合器 我做的这张表格会共享给各位 不过可能一开始的话不会给大家进行编辑 就是大家可以参阅这张表格 然后同时这边比如说链接的话也是可以去点的 只是说你不能去更改这个项目的信息或者等等 之后的话我们考虑给大家进行一下开放 或者是我们重新建一个新的表单 大家如果有什么些好的项目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项目OK的 你都可以放在那个上面 然后我们到时候会进行一下整合 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OK的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一个说明 那这里的话有个所有的状态 所有状态下面会有几个备注来 他们有项目的状态 一个项目的名称 项目成本 评级 空头的类型 类别 等等等 那我们不给大家详细的继续说 因为你看到了所属链 它虽然是最后一个 但是不是啊 我们页面需要往下拉 然后在这里进行到一个这里 就是把它移到右边去的话 它才会展示出其他的标签 它其实还有对应的网页 链接 任务等等 包括TGE的时间 如果有TGE的时间的话 我们会写在这一个对话框当中 那我们再把这个往左拉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具体的正在进行中 或者是快照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 那个James Wolf不是跑路了吗 我会标注一下跑路这个项目状态 所以你就不用去做了 也不用去交互了 潜在的评级的话 这个仅仅只是个人的想法和看法 千万不要成为你做空头的衡量标准 请一定要记得 因为每个人对待项目不太一样 这个认知也不太一样 我认知是比较低级的 相信各位观众老爷 能够自己自行的选择好的项目 另外在这里回答一些部分观众老爷的问题 很多人会说 你为什么不自行去筛选一些优质的项目呢 那我这里要说明一下 我确实能力不太够了 如果我能筛选一些优质的项目 我就不是博主了 我就应该是职业撸毛的人了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还 那我做视频的意义就不大了呀 那这边我详细的介绍了上一张表格的一些内容 有关内容 我们将鼠标下移 移至空头的任务表 它其实更像是空头任务的聚合器 它是有区别于上面这一个项目 就上面这一个表格的 那么它比如说取消了潜在评级 空头类型和类别 相对应的更换成了一个地址 然后以及是我们的任务类型 比如说这一个任务的话 一次性任务呢 还是说每天都要去交互呢 还是说每周一次每个月一次 我们详细的会给它标准 当然这些也都是自己的主观意想 就是也是自己的想法 不代表你一定要去说 按照这个表格当中 就每天要去交货 每周一次交货等等 这里要说明的是 因为有些时候空头的一个份额分配 它很可能是模糊不清的 你多交互了未必比那些少交互的人能拿到更多 这个不好说 那既然上面的张表格 我们以glass作为一个例子 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有关空头如何去做 那么这边下面一张空头任务表的话 我们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么就以artella这一个作为例子 你其实是可以在这个方向上直接点开的侧边栏 它其实就已经有了我们详细要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我们制作的youtube的视频 你可以通过观看视频 视频当中有所有的任务链接 然后点开 你就可以去做了 同时也可以直接点到地址 然后也是直接能打开那个artella的这个页面 这两个其实不冲突 但是我们首先优先推荐到youtube上会比较好 我简单回答一下为什么 因为youtube上的链接是比较全的 你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链接 那在这里的话地址它永远只能体现到一个 如果重复地址的话 它很可能你在点击的时候 域名是识别不出来的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那你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点开对应的视频链接在这里 然后我们视频链接当中 有相对应的提供了内容相关的链接 这里有所需要的 就是我制作这期视频的所有的链接都会放置在这里 那这里也比较方便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在下次去做任务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明了了 那我还是回到刚刚那句话 就是在这里只能体现到一个地址啊 很可能就是当前任务的那个页面地址 那我们这边对应的也是做过了 Atera的话我们已经说过了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不做 然后再回到我们最开始视频的时候 跟大家说的一个点 如果有一些新的项目 我们应该如何添加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发现一个新的项目 那这是今天作为教学视频的一个项目 它是有关于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翻译一下 它是有关一个测试网的激励计划 那么从10月18日到10月25日 昨天应该开的 然后奖励的话是100万的这个代币 然后这是详细的信息 点开对应的信息之后呢 它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参与到此次的测试网 这个项目我们会给大家演示的 不用担心 我们会给大家演示的 那既然发现了这个项目的话 如何进行添加到我们的一个notion当中呢 很简单 在这里我们会进行 其实我在这里说就好 因为我会添加过去的 因为大家目前还没有权限嘛 我只是说如果我发觉到新的项目的话 你怎么样去找到它 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在最上面几行 然后这里我们会进行一下添加 然后那个取消一下 这边的话我们任务的类型 然后什么项目的名称 然后地址啊等等 我们都会放置在这里 然后你直接去做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包括你也可以看这个创作的时间啊 一般基本上的话都是以今天为主嘛 因为都是今天创作的 然后如果你发现一个 比如说24年11月20也就是明天的 然后你就意思就代表我明天的时候更新了 一个新的空头任务 然后你就照做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吧 那我这边就开始今天的空头资讯分享了 我今天的空头资讯分享不会体现在我的标题上 所以如果你观看到这里的话 恭喜你 你发现了一个潜在的财富机会 那很多人看我这个 他觉得他这张表格做完之后 就可能就滑掉了 那个页面就不看下去了 因为后面讲的可能是他觉得无关紧要 但我觉得今天讲的应该都还比较实在的 好了我们不说这么多了 点开相对应的地址链接呢 我们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的这一个页面 没有任何冲突的啊 他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教学 告诉我们如何去做 那这里我们点开对应的链接 点开链接之后呢 无非要做的就是链接下我们的钱包 那小狐狸钱包或者是OKX都没有关系 如果您正准备进军加密世界 还没有注册交易所 现在机会来了 只需要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 注册币安 OKX BitchGate 或者GateL等主流交易所 就可以轻松享受交易手续费的专属折扣优惠 新用户还有机会获得海量空头 新手福利和相对应的体验金 帮助我们轻松开启加密世界的第一步 千万不要错过 赶紧使用到下方的邀请注册链接 享受这些专属的福利吧 链接好钱包之后了 请一定要先把我们的这一个网络选成Support 利亚网络 一定要选到这个测试网络 你才会弹出如下的这一个图案 不然的话你是弹不出来的 弹完之后呢 点击一下launch token 你也可以点你钱包旁边 就左手边这个launch token 其实都一样的 它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去创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代币 上传一张图片 必须要上传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token的名字 然后我们token的类型随便填写都可以没关系 然后这里的话是那个所需要的一个手续费 你想要以什么样的价格来买这样的一个 你自己的专属代币 所以如果你本身Support利亚代币不够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账户只有0.1 那你这里定价就应该是0.01 你明白吗 你这里有多少个定价 取决于你到时候会扣多少钱 然后还要加上链上的Gas费 懂吧 这里我们不给大家演示了 比如说我当 那我当前账户是蛮多的 我给到它0.1了 所以你看到这笔合约交货的话 是扣除了那个0.1 然后加上一定的Gas费 然后这边的话 最终于不是要先去勾选一下这个 然后点击一下launch token 然后等待一下钱包的确认就好了 钱包确认完成之后 它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的页面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代币页面 在这里我们需要完成先去购买 然后点击一下那个buy 然后再去售卖 然后这里的话都会 我直接就选了百分比了 我不挑了 直接选百分比 然后最后一个最后的话是climb 目前买和卖的话是没有问题 climb的话是不是要先去买 然后它那个要一定时间才可以进行climb 因为我刚刚操作了一个买和一个卖 然后climb的话它这里会报错 那我这边再尝试一下好了 无所谓 然后这边我们再做一下好了 sell的话 然后这里我们钱包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 然后确认一下就好 只是它现在还没有确认 因为这里的type的话 我两个都是买了 但我记得有一个 我自己有一步操作应该是sell的 那没事 反正到时候再 就等待它的交易就好了 交易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收集一下climb 看一下可不可以收集 它这里的话 我只能仅供 可能说英文翻译 然后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它这里的话是锁仓的金额是89.18 然后这里的话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个 目前它还是显示零 是不是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然后它才会体现出来 还是说有人要进行 就是有其他人在买和卖 就是买你这个代币 或者是售卖你这个代币 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然后就可以进去收集 这个我们 这个我暂时不知道 所以我等一下会另开一个 好 反正我们到处改下这个地址就好了 我们就另起一个钱包 然后去尝试去买我这个币 或者是卖我这个币 看一下能不能行 然后的话 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填写这张表格 因为它也说明了 完成所有的测试不知之后 如果发现任何的bug 填写这一个bug的表格 也有机会获得额外的 这样一个代币奖励 也是OK的 那这里直接把它填写掉就好了 也很简单 那么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教学视频 其实更主要的话 是这一个notion 然后作为今天的科普分享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有的收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